好的,我們開始了 我的名字叫Kommie,我是Kommie Lau 我代表Petroa,我們今天開始這個Webinar 首先,多謝大家的時間去參加這個Webinar 我首先跟大家考慮一下今天的 agenda 會是怎樣 今天的 agenda,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鏡頭 主要是分開幾個部分 首先,我會簡單地用廣東話去介紹一下 Petroa的公司背景 然後,相信大家都有聽過Microsoft Dynamics CRM 這個產品 我會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我們會做Dynamics CRM 也是用廣東話去介紹 其實今天我們的主賽就是介紹 在Dynamics CRM的平台上 其實有些提供可以放在網絡上 做一些應用 我們很高興請了另外一個Vender 就是Resco Peter會去介紹關於CRM的平台上 怎樣可以幫助大家的商業 去增加價 接著這個項目 我會交給Peter 用英文去介紹這個方案 而Peter就是Resco 他是一間東歐公司 待會他會再介紹更多公司的背景 讓大家知道 最後我們會有個Q&A的項目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到時我們就可以再給大家多時間 去發文 OK 如果沒有其他大問題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 webinar OK 首先介紹一下我們公司Tatuar 給大家知道 究竟Tatuar是一間什麼公司 我們是一間威爾華的公司 我們專門幫客人 去進行不同的商業方案 以及我們會給一些 商業服務 給一些公司 當你上系統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會走 我們主要主要在 Microsoft的產品上面 我們今天介紹的產品 就是Microsoft Atlantic CRM 說回我們公司的背景 其實Tatuar的起源 在2001年已經開始 我們的基礎就在美國的Titonica 基本上我們全球都有不同的分公司 大家看到地圖 深藍色的部分 其實Tatuar都會有 那邊的地方 至於地圖裡淺藍色的部分 其實Tatuar都會有 我們就會有不同的Satuarate Partner 就會在這些地圖裡 幫忙我們一起做一些 進行的 我們基本上 世界上都會遇到超過 有1,500個客戶 我們就幫忙做進行的 而我們全球都有 1,600個組員 在整個世界上 其實我們都在不同的商業業業業界上 都會有不同的專注 我們的專注點 包括 前面有明顯 就是 銷售 服務 製造 生物 生物 還有 技術 管理 我們都很專門地做 說近一點 我們亞洲區的消息 其實亞洲區的消息 香港的Tatuar就是亞洲區的主席 我們的辦公室 大約有90個工作人員以上 差不多100 其實超過80%以上 都是在做 工程的討論 來的 至於其他地區 包括中國大陸 其實也有多個 六七個市場 都會有我們的 辦公室 甚至是 北亞 有日本 韓國 南亞 就會有 Indonesia 馬來西亞 甚至澳洲也會有 我們跟Microsoft之間的關係 其實我們就專賣 Microsoft的Product 以及 我們都會是 Microsoft的Golden Partner Golden Partner 我們會有賣的 ERP Solution 以及CRM Solution 我們都是Gold Partner 現在在香港 其實Gold Partner 就不太多 大約只有60個Vender 是Gold Partner 超過千多個Partner OK 這張照片 就是介紹 其實Microsoft 每一年都會有 發展不同的獎 頒給一些 做得比較好些的Partner 你看到 從這張照片 都會看到 我們都拿了很多不同的工作 跟Microsoft 都是Partner of the years 跟不同的country 另外 就介紹Tatura 究竟在賣 一些什麼Solution 給了一些什麼 Value 我們的客戶 我們今天會專注 去多說一些 關於CRM的Solution 所以CRM 就是我們其中一個 主力去Sell的Solution 至於另外 我們也有做到 就是Dynamic的ERP 那個系列 ERP 跟Microsoft 有的AX Lab 和NAV 這兩個Solution 至於我們也有做其他Solution 包括 例如 如果是做Retail 有Point of Sales 的Solution Microsoft 的Product 都會有Point of Sales 的Solution 可以製作 同時 我們也有 一班客人 上完CRM 上完ERP 會做很多不同的 reporting 或是Analysis 所以我們也會有 提供一些Solution 在BI Business Intelligence 去幫忙做一些 不同的JDI report Dashboard 等等 甚至乎 就是在 那麽多不同的 Application 裏面 如果要做多一些 一些Internal 的Sharing 或者一些 to customer的Portal 我們也有 做SharePoint 或者Website 的 OK 這就是整個Solution 的Portal 介紹完我們公司的背景 下一個項目 我們就想說多一點 是關於 Product 那我們的Product 今天就是講 Microsoft CRM 的CRM 可能未必 那麽多位的 那麽多位的朋友 都有看過這個CRM 那我今天就藉著這個機會 給大家一些 Hard Level 的introduction 就是講一講 究竟Microsoft的CRM 是有什麽元素 在裡面 那首先就給大家一些背景的 資訊 其實基本上 Microsoft的CRM 產品已經開啟了 差不多有九年的歷史了 那麽全球 都超過了一個萬以上的 客戶 都有用到這個 產品 那麽 那麽也都因為 它是Microsoft的 其實它補充了 Language 都有很多 那麽超過40個 Language 那麽類似Office 那麽的Language Pack 可以就 加入到 產品裡面 那麽就給各國的用戶 那麽這張照片就是 其實在一個 一個 一個標準的CRM裏面 究竟 那個設計是怎樣 補充的元素又是怎樣 那麽其實 講到CRM 就是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那麽出發點都會 圍繞著 跟客戶的客戶 360度之間 那個communication 有什麽的 那麽就包括 例如說我們公司 跟客戶 溝通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不同 communication channel 包括E-mail 電話 訊息 開會 店面 甚至可能 你會有些web portal 或者你直接寄信給他 或者你們有些 Coin of Sales 的系統 會儲起來 客人去買東西的 等等 其實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 你和客戶之間的communication 和在裏面 都會有很多 資訊 可以去拿回來的 所以CRM的設計 就是好好地幫你 去和客戶之間的 這些communication 去保持下去 CRM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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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裡面有個case management 可以去manage 這些 information 好 另外再說多一點 究竟在CRM的平板 裡面 它有什麽特性跟其他產品是有些不同的 那麽麽博物色為什麽叫做Dynamic Series呢 其實就是在說今時今日 我們大家面對著不同的客戶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要很Flexible 要很Dynamic 甚至是要很快可以掌握到很多客戶的資料 或者要很快可以跟客戶溝通 所以我們那個Product Microsoft設計這個Product的時候 它就期待可以利用這個Product 去做一個Dynamic Business的效果 譬如說大家接觸客戶的時候 可能都在用很多不同市面上的器材去接觸它 我們今天講的主題 Mobile Device當然就會有其中一種 因為現在Mobile這麼普遍 有Tablet、iPad、iPhone等等 其實這個是一個最快的途徑可以接觸到的客戶 我們稍後就交個時間給Peter 去講多些關於Mobile的數據 如何幫忙 但基本上在CRM的平台裏面 因為Microsoft這個產品有什麼特性 我就透過這幾張短片 就在High Level的介紹給大家知道 第一個特性就是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不同的頻道 或者是同時最方便的頻道 去提高大家的活動 包括其中 我們除了可以用 Marc網櫃去接觸提 Faith Microsoft的CRM亦都分导到Outlook 如果大家用Outlook都知道 日常E-mail溝通的主要渠道 裡面會有很多很重要的後悔資料 包括E-mail、Contact、聯絡電話 或者約開會 或者大家可能也有用Task 有些什麼要做 放在Task裡面等等 這個好處就是 如果我們分导到Outlook 其實同事去分导一些很重要的 客戶資料到到Outlook的時候 就會方便很多 只要按一按上面 就是Outlook頂鍵的Track的功能 其實無論是E-mail、Contact 甚至是約職 其實全部都會自動感受到 到去到的CRM 所以你跟客人之間的交易 就可以很快地放進去CRM 然後就存在客戶的項目 甚至可以透過Outlook這個頻道 再多些不同的螢幕 例如Outlook也有一些 社交網絡電腦的 可以加進去 可以在Outlook看到大家 可以放到客戶的照片 或者客戶又用Facebook、Lincon等等 其實都可以透過這些 在Outlook看到 究竟這個客戶在Facebook 或者Lincon 會不會有一些特別的留言 他會錄進去 希望做到的效果 就是方便同事去做事 亦都提高回那個 那個Politicity 讓大家可以有多點時間 跟客戶去溝通 和拿多點生意回來 而另外一個特性就是 除了剛才說的銷售同事 可以很快地去進入客戶的資料 如果我們在另一個層面去看 譬如說 在Sales Management 那個角度 去Lincon進去這個CRM的時候 CRM亦都給了很多不同的工具 大家去做更多不同的分析 譬如說真的有些生意 可以拿回來 我們是一個Sales Manager 層面Lincon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在第一版 立刻砌一些Sales的Dashboard 就立刻去看一些 opportunity的分析 哪些是最上級的客戶 又或者今個月的Sales Factor 好還是不好 甚至是再比一下 究竟我們的Sales Budget 是多少 究竟滅滅到目標等等 都可以在系統裡面去接觸到 至於在客戶服務的角度 我們都可以透過這些Dashboard 去顯示不同的Statistic 譬如說 我們想知道我們聊天 今天處理了多少個查詢的案 或者投訴的案 其實全部這些Dashboard 都可以在不同的部門 去分門別類 甚至可以把自己跟進的案件 就放在同事個人的項目裡面 他就很清楚地知道 究竟我今天有多少個案件要跟進 又或者有多少個案件需要打電話 甚至我們也有很多不同的Add-on 可以加上這個系統 所以我們就可以再拿多些 關於客戶的資料 譬如說現在大家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一個叫Inside View的Add-on 我們也可以譬如說 就這樣把客戶的公司名字 打到這個程式上 那些系統就會自動在一個網站上 在不同的網站 或者在你指定的某些搜尋器上 再去找多些關於這間公司背後的資料 包括是Revenue多少 Employee多少等等 令到大家可以更方便些 在這個客戶的網站同時 也可以再拿多些不同網站的資料 進來 一起去做分析 至於Internal 就可以再多些不同的合作 透過CIN 就可以做多些不同的合作 譬如說 因為都是Microsoft的平台 他做了很多不同的合作 去做分析自己的系統 譬如大家有用開 假設有用開LINK 大家都知道LINK 就是一些很好的IP公司 又或者是一個內部 溝通的一個好的頻道 如果有用到LINK的話 其實CRM 就已經可以立即 譬如你知道這個Case 是誰跟進去 誰同時跟進去 你可以立即在這裏 就把Application 去用LINK 去關注同時 甚至叫他去約客 去溝通更多不同的資料 你會看到這個圖 亦可以分析一些地圖 然後進去系統 即是討論客人 究竟是哪個地位 或者大家的Sales 哪個地位 是比較好些 其實都很方便 另外就是 多一點關於 社交網絡的一些功能 譬如大家有用開Facebook 裡面也有很多不同的交易 譬如大家對某些資料很有興趣 你會like它 或者follow它 類似這樣的功能 都可以在CRM裡面 放進去 這個元素 譬如大家在跟同一個Pace 或者跟同一間生意 大家都很有興趣去跟進 就可以利用這些功能 互相去share information 大家一起看的Case 有什麼更新 在Pace裡面 就會自動有些訊息 再寫出來 最後 就是CRM的platform 可以是 剛才所說的 Food Browser 又或者今天的重點 就是Mobile 可以去Access到System 我們待會 就會交個時間 給Peter Resco的Peter 會再講多些關於Mobile的Solution 究竟有什麼application 可以幫助大家 快點去看客戶的功法 或者Access CRM 最後一會兒 在CesCase Case